台湾每年产生近千万吨的废弃物 有超过400万吨的数量需要仰赖焚化处理 这焚化炉产生的飞灰数量是不断增加 以台中市来说每一年就有大约4万吨 有艺员就批评了 这台中市有四座飞灰稳定化物的掩埋场设置在原县区 可见这零币设施的设置还是先往原县区来考量 是否环保局对此是强调了 目前这飞灰采取混泥土固化之后 已经相对安全无臭味 不过也会寻找适当的地点来设立台中市的合格掩埋场 避免浪费公堂 台湾每年产生近千万吨废弃物 不但各县市焚化炉处理量不足 焚化后的飞灰处理费更是大涨 造成市库庞大负担 市府有意重启乌丰区的掩埋场来节省处理成本 送议会审议时引发多位议员抨击 要在雾丰区 我再强调也是雾丰区的这个掩埋场 要这个活化再利用 别来看我们的飞灰 这个这个部分 飞灰是有毒的 飞灰是有毒的 那么为什么地方别的地方不去 要放在我们的雾丰 我觉得程序上和这个实质内容上 我觉得这样的处理非常不妥啦 我呼应刚刚我们李天生议员所讲的 我们雾丰相亲的这个健康安危 不能如此草率啦 议员表示目前台中市四座飞灰 稳定化物的掩埋场设置在原县区 可见零碧设施的设置还是先往原县区口粮 如果未来要重启雾丰埋场 需要经过专业评估 并且应该召开地方说明会 不能送一纸报告就要求重启 过去啊都一直是在南部的一个 私人掩埋场 那因为处理费用啊节节高升 所以我们也在跟各方征询之下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台中市要处理能力 所以我们会在适当的地点 做这些管理措施 那再强调一下 灰灰固化物 它已经是一般的 它是一般的废弃物 因为我们用混泥土 把它做固化 把它做安全限制 那再加上我们在管理的时候 也会特别来注意 那实际上它反而是比较没有味道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会再来加强管理 市府环保局强调 飞灰是焚化炉产生的废弃物 经过固化后属于无毒废弃物 未来台中市自行处理后 可节省净办处理费 环保局也会严格把关 避免污水渗漏 请民众放心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